不放过谁 记者联品 评论报道 成了有125年的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 被誉为世界顶尖交响乐团 这周末他们将会来到台湾举办演奏会 而最特别的是其中有四个团员来台湾 他们以回香香的心情 跟台湾分享音乐的饗宴 在顶尖指挥大师木提代理下 芝加哥交响乐团气势非法的演出 将再度来台表演 而更令人振奋的是 今年有四位团员来自台湾 毕业于师大音乐系的郭威廷 2014年考取中题琴首 与世界一流的音乐家一起演出 其他美国乐团待过这样 然后这个乐团我是觉得说 每个人都非常的敏感 对于音乐上面来讲 所以拉起来会非常的容易 那也不会说太就是勾心度角 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乐团这样子 另一位同样来自台湾的陈游民 自幼学习中小提琴 过人天分获得交响乐团认可 担任中庭琴首 外加乐团首席陈慕容 以及打击首席蔡孟云 四人杰出表现 让芝加哥交响乐团 增添更多台湾味 这回来到台湾将演出 无首曲目 带来更精彩的听觉饗宴 记者综合报道 冬天要去哪里玩呢 国家地理杂志选出了全球